臺灣高齡化社會就要來了 這臺灣實體林口署也要診斷 根據這個實體症協會 上京的這個 上京的這個統計 六十五歲以上有實體症的狀況 已經超過百分之五 這微信數字豪佑 七次症 以前來治療比較好 所以民眾還是有機會 也要來追蹤出來的老闆人 是有些狀況 讓我們發言 就要來提早治療 自己的人在照顧 實體症的紅塞 老飛鳳嚕死 他整路走來會很辛苦 他的紅塞在民國九十五年 開始出現不需要跟人家互動 衛生習慣也改變這些環境 那當中的老闆人 還沒想到他們可能是實體症 他在跟三年後才確定說 已經是中途的實體症 就是太晚發現了 那結果一直在別的科一直跑 就看別的科 沒有看對科 因為發言較慢 現在老闆人的紅塞 已經是嚴重的實體症 以往自己的經驗 希望說出來有四大賓獎 一定就要注意喚醒行為 如果問題就要看去看 才不會失去不緊治療的時間 根據實體症協會通計 因為臺灣社會快速更令化 實體症流行也越來越高 根據實體症協會公家到賓國一百三十年時 全台實體症很高速會有七十萬人 並均一年增加一百七千人 為何報也表示 公家自每年開始 並不需要更加強烈的時間 對於六四社區教會制度 保管所能有幾個系統 希望民眾就要關心出來的事件 可能平衆時就當頭腳 就運動 就跟人走 來講解 適體症犯的風險 記者綜合報導 拜拜